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Miami上海关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讲 中国反引性雷的研发技时系列 第一篇第八章 斯里兰卡 印度洋上的珍珠链 摘要 斯里兰卡曾经被称为印度的眼泪 其实倒更像是印度洋上的珍珠 斯里兰卡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他的科伦坡南港和汉班托特港 是由咱们中国来开发和建议的 斯里兰卡每年都派遣近100名留学生来华学习 郑文 回到了工厂 除了汇报工作 还有养伤 尽管实际上并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厂领导对我的伤情非常重视 我这次立了大功了 特别安排了治疗和养护方案 厂医院里有CTE 扫一下就能看到了 右膝盖内侧半月板撕裂 还有一点小毛病 需要卧床一个月 等到痊愈以后 再过一年时间 也就是2002年的夏天 我又接到了外联的指示 出发去斯里兰卡 这一次我们的小组一共三个人 组长是联络处的黄处长 还有技术处的陈哥 斯里兰卡 古代称为西兰 位于印度南部 是印度洋乡的一个岛国 斯里兰卡与中国的交往非常早 往上可以追溯到唐朝 到了大明 也就是明朝 正和下西洋的时候 这里曾经发生了著名的西兰疫情事件 那是在第三次正和下西洋期间 正和奉明成祖朱利的命令 奉召赤金银共器到西兰山四布施 布施西兰山佛四碑 现在就保存在斯里兰卡的国家博物馆里边 这里简单说一下 当时正和下西洋 路过西兰山国所经历的战事 正和访问西兰山国的时候 西兰山国王亚列库奈尔 对大明史诚和正和都不太尊敬 心里不服 想要谋害正和船队 被正和发掘了 第一次正和就离开了西兰山国 那次正和船队下西洋 绕着印度转了一大圈 回城的时候再次停靠西兰山国 这个时候 亚列库奈尔又骗正和到他的国里边 并发兵五万围攻正和团队 又伐木阻断正和的归路 你知道正和是谁啊 那可绝对不是等贤之辈啊 他绝对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 正和是追随明城主朱棣静难之意 出身入死所谓燕京的功臣 是为着那个朱棣守老家的 是吧 温套武略样样出彩 而且忠贞不二 否则 以明城主朱棣的心思啊 怎么能把两万七千四百人的水师 和那个蓬大的宝船 那个舰队交给他的 要知道每一次出航 大小船只要两百多艘 其中最大的一艘宝船 长四十四丈 约一百三十七米 宽十八丈 约五十六米 在当时啊 可以算是绝对的巨型船只了 巨船 然后啊 朱棣又刺信给正和为正 正和本来不信正 他姓马 他是姓那个回家的 姓伊斯兰家的 在这个以后咱们有机会再说 他原来姓马 那个三宝 是吧 三宝太监 应该就印象到 他原来叫马三宝 后来 正和下西洋 那个正和下西洋前啊 朱棣明城主朱棣次姓 姓正 其实明朝的太监啊 都是能力过人的 否则也没法上位 我举个例子啊 第一个 比如明英宗时期的王正 他忽悠明英宗啊 清真 清真那个瓦剌 结果全军覆没 对吧 就是明朝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结果呢 明英宗被俘 王正本人也被杀 又比如 明末明西宗时期的 丙匹太监 九千岁未中前 明西宗 就是末代 从政皇帝朱油检的 哥哥朱油将 就是那个著名的 木将皇帝 他一身热衷于做木将 对吧 他上位之后啊 几乎不理朝政 极其宠信 魏忠贤 他委托魏忠贤 选持于全国各级官吏 送上来的奏折 那个时候叫披红 小事 魏忠贤自己就可以拍板决断处理 大事 魏忠贤只要口头给皇帝报告 一般都是同意的 魏忠贤就是木将皇帝的代理人 他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的屏障 你知道吧 这个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说啊 然后那个朱油将自己呢 就专心制止了做木工活 他绝对是大国工匠的典范 他木工活做得真好 我跟你讲 以后咱们有机会说啊 那当时魏忠贤被称为九千九百岁 他干什么呢 排除一级 专冠国政 一致一般的人 一致普通老百姓 只知有魏忠贤 而不知有皇上 满朝温武 大部分都属于燕党 很多人还花了诵金 给魏忠贤立生辞 你看 那个魏忠人称不得了 结果呢 等那个木将皇帝驾崩之后啊 他的弟弟 崇祯皇帝上位以后 然后下了一道招数 立刻就逼得魏忠贤上吊自杀了 赐辞 燕党即可灰飞烟灭 不过崇祖皇帝啊 他志大才粗 志简语义 这以后咱们也有机会 专门做了几个视频啊 说一说 大明朝灭亡的原因 原因有非常多 大明灭亡的原因有非常多 实际上说实话 说几天几月都说不完 好 咱们再说到永乐皇帝 名称主朱定 很多独处人就骂他 篡位 还把方笑柔给租了十足 他下手确实很啊 朱十足 不过呢 朱的一世的文治武功啊 他雄才大略 对吧 北极达达瓦拉 南鼎安南 特别是修筑了著名的永乐大典 然后又派遣正和下西洋 促进万国来朝 疏通大运河 加快南北交通 促进经济发展 迁都北京 非常有效地遏制了北方敌人的入侵 背后世人津津乐道的天资所过门 君王死设计 这个典故就是出自于朱棣的迁都北京 好 现在他们言归正传 我们继续说本文里面 明朝的大探监正和 当时西兰山国王 叶利古纳尔不知道正和是个狠角色 当时正和判断西兰山贼兵清朝而出 于是呢 亲率随从两千乖兵 他是亲自上阵 从小路绕道 然后突袭亚利古纳尔的王臣 破城而入 申请亚利古纳尔本人 和他的王后王子 其家属 然后一众随从 然后绑了 就押回自己的船队上 然后就回大明了 回过以后 他是给明成祖皇帝 给成祖皇帝朱棣服 作为他下西洋的功绩之一 当时大明的朝臣 都建议 把那个亚利古纳尔杀了 但是明朝主朱棣 可怜他 无知 然后又把亚利古纳尔和他的老婆放了 并由礼部商议 并在西兰国中的选拔选者 名字叫 邪巴奈耶 告奉为西兰山国王 并遣返亚利古纳尔 然后就于是 就是埋下了一个大钉子 让他们窝窝里斗 这个老国王又回去了 没死 那你说 新上位的怎么不防止他 对吧 什么时候 24小时 每秒钟都得防止业者 这个套路 听着挺耳熟的 是吧 是不是有点像 英国美国人搞的那些勾当呢 对吧 他们安格罗萨克逊人 今天玩的那些套路 就是咱们大明 500多年前玩过的套路 他们难着呢 现在继续回到咱们的现代社会 我出差去斯里兰卡外联 在飞机落地 科伦坡的时候 一眼望到印度洋 一望无际的瓦兰社 真的是太漂亮了 其实我并不适应 斯里兰卡的气候 那里属于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空气潮湿蒙热 我是东北人 在那边经常感觉 喘气都费劲 而且身上永远是湿的 好像是撒了一层的盐 斯里兰卡的太阳非常厉害 常年要穿长袖 裸露在太阳下面的部位 几个小时候就会被晒黑 斯里兰卡本地人的皮肤都比较黑 南亚那边的人都黑 都是黑幽幽的 但是皮肤要比黑座的那些黑人 颜色要浅一点 其实伊拉克那边的太阳也非常厉害 但是伊拉克人的皮肤还是比较白皙的 我们去科伦坡外邻的时候是夏天 但是斯里兰卡只有两个季节 雨季和飞雨季 斯里兰卡大帝人是僧前罗人 是阿裕王的后代 上面说的西兰山寺 供奉着佛祖的牙舍利 是尊贵的地方 19世纪开始的 英国人把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 迁往斯里兰卡 并唯一重任 占据了斯里兰卡的政治 经济的各个重要角色 实际控制着斯里兰卡的各个方面 所有领域都是泰米尔人控制着的 因为由于利益分配的不均 所以生前罗人与泰米尔人开始结约 1948年 斯里兰卡独立 加入英联邦成为自治领 1972年独立建国 改名斯里兰卡 但是在独立建国的时候 泰米尔人在英国人的庇护和帮助下 成立了泰米尔盟户组织 跟政府军对抗 要求独立建国 并与政府军开战 战火甚至一度烧到了首都科伦坡附近 看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又感觉有些眼熟呢 现在你看中东地区的战乱 印巴之间的几次战争 包括中印对峙的藏南地区 包括过去几年 我们香港的暴乱 这些乱局后面 都有英国人的影子 有些人认为英国人 绅士啊 但那只是他们虚伪的表象 实际上英国人 包括所有的 安格陆萨克逊人的骨子里边 就是非常阴险 毒辣和邪恶的 他们满肚子的坏水 无时无刻的挑拨离间 唯恐天下不乱 斯里兰卡政府军 当时有些招架不住 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 就是渴望着 一直渴望着独立 于是呢 印度政府坐不住了 后来印度出兵 帮助斯里兰卡政府军 清剿泰米尔人 迫使蒙古组织同意停火 并且开始和谈 后来印度军队撤出之后 蒙古组织继续卷土重来 和政府军两边 打打停停停停停打打 一直都没有消停过 到了2000年左右 在挪威等国家的斡旋下 泰米尔蒙古组织 和斯里兰卡政府军 又开始了和谈 2002年2月份 双方在挪威奥斯陆 签订了和平协议 但是政府军不相信 这个停火协议 双方就是没有互信了 也不相信印度人 于是斯里兰卡政府 就跟咱们中国人谈了 用橡胶和宝石 以抑货贸易的方式 换什么呢 换飞机 坦克等武器装备 结果泰米尔人 不知道从哪里搞到的钱 也不知道怎么弄到了几架直升飞机 又开始继续猛烈进攻 政府军 这边斯里兰卡政府代表 还跟我们在谈的那个军贸的合同 那边政府军又扛不住了 于是斯里兰卡政府就加快了谈判的进程 当然我们的高层还是非常有远见的 不为眼前的小力所动 没有要它的橡胶和宝石 而是签署了建设 克伦坡南港的协议 像我这种层面的 不会知道当时是哪位高人 或哪个智囊团成员 提出来建设 斯里兰卡南港的协议的 但正是这个协议 使得克伦坡南港发展 成为我国立足印度洋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用几部雷达 十几架飞机 一百多辆装甲车 就签下来九十九年的使用权 有点像英国人租用咱们香港九龙一样 九十九年的租期 这不知道是捡了多大的便宜啊 要说膜拜 请允许我像这样的幕后英雄们膜拜一下 他们才是真正的国士 老称谋国之士啊 我对他们的景仰事情 犹如滔滔尖水 连绵不绝 根据租界协议 我们将提供三部对空警戒雷达 其实斯里兰卡虽然是岛国啊 但是打仗主要是内战 附近唯一够得着的国家就是印度 印度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且斯里兰卡也没有什么资源 两国根本不会发生战争 也就没有什么外战的因素 斯里兰卡本来也不赋予 但是没有什么空中力量 对空警戒雷达主要是防着判军的那几架飞机 外加一点空中交通管理的功能 后来咱们可能觉得斯里兰卡太够意思了 反而让咱们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于是呢空军又给了一个团的快退役的前期 就是防米格21 全部配了空空导弹 海军呢又给了一些快艇 还给了他们四艘小护卫艇 不赚钱 半满半送 半满半送 陆军当然也不能协着 从石家庄和宝定派了教导队 去训练他们的军官 还把快要过去的那些弹药啊 全部白送 那一年白城的例行演习取消了已经 因为这可能跟那个事情有关系 人都到教导队去 用什么弹药也没了 然后所有的得力的人员 全部派到斯里兰卡去训练他们的军官了 是吧 弹药都送人了 人都没了 那怎么去那个演习呢 只能取消 不过呢 这也算是延续了正和时代 与西兰山国建立的友谊 你看这个友谊都是打出来的友谊啊 对吧 当然 泰米尔门户组织也没闲着 他们把毛主席当成了神 属于毛派武装 他们把毛主席的半身像 供奉在印度教神庙里边 而且一直用游击战的方式袭击政府军 2006年7月 政府军准备妥当 全力倾奖 大概用了两年的时间 基本收复北部了 蒙湖组织的控制地区 到了2009年5月 蒙湖组织全部的据点都得到了解放 当然那是后话 说回来啊 我们小组 当时因为斯里兰卡太穷 没买咱们什么东西 所以不要说北方集团 Noriko和精密机械集团 CPMIEC 在那边没有办事处 连中国银行都没有办事处在那边 还好 大使馆就在克伦坡 于是我们就住在大使馆旁边的一个华侨开的酒店里边 斯里兰卡有两个首都 克伦坡是经济首都 还有一个行政首都在内陆地区 叫做阿鲁拉德普勒 克伦坡比较大 人口好像也差不多六十多万 挺热闹的 斯里兰卡生产宝石和红茶 克伦坡满大街都是卖宝石和红茶的 我们厂这次一共提供了三部预警雷达 我这一次的任务就是调试 应该说工作任务不是太重 因为都是老型号 为了赶进度啊 我们直接从战略储备仓库里拉出成品 直接的装上飞机运过去的 黄处长和陈哥主要负责下一步的前期任务 也就是前面讲到的克伦坡南港附近 以及南部一个叫做汉班托特的老港口附近 配合总参的计划 对空房海房的情况做一下评估 包括规模投资和建设周期等等 应该说五年之后 也就是2008年汉班托特港开工之后 国内媒体非常非常的低调 几乎不报道 但是印度那边却炸开了国 因为五年之前咱们就已经开始了经营 而且后来也有了自己的侦测战 阿三也是突然之间发现 咱们的珍珠链已经开始出具规模了 并且已经形成了战斗力 所以啊 一直在说中国威胁之类的 可是有什么用呢 这个世界讲究的就是丛林法则 另外我们也没打算占领印度洋 如果阿三把藏男还给了我们 我们才哪能关心你们南亚那片穷山恶水呢 好 这期讲完 喜欢的老铁们点赞留言转发订阅 谢谢大家